大家好 我是文维 几年前我做过一个视频 谈到中国的当时的事业大潮的问题 那时候我做了视频 就是很多小粉红 还有一些所谓的爱国群众就来看 然后留言 大致意思就是整个中国就业形势 很好 不像你说的这样 你文维就是胡说八道 然后当时我看他们留言 我都感觉他们心目当中 小粉红他们脑海当中的事业大潮 又应该是整体上大范围的人 就找不着工作了 对吧 到外面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在街面上徘徊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怎么说呢 然后经过了这么几年 我觉得到目前这个情况当中的话 可能当年那些小粉红 他们脑海中想象的事业大潮 到今天真的快严重到那种程度了 最近就是说大家可能看一些新闻 看一些媒体 真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内容 到处裁员了 哪儿都没有工作了 非常非常多 很多人都站出来讲 我失业了 或者我丈夫失业了 家里生活怎么怎么办 对吧 很多 我给大家简单可以介绍一些信息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整体失业 包括裁员的情况 万科最近裁员4万人 字节跳动裁员3万人 然后快手百度阿里 裁员都在万人以上 然后腾讯是8000人 美迪裁员3.3万人 格力裁员7000人 比亚迪裁员4万人 大家看一看 据我说这些企业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 最近出现这样的情况 然后包括像日本东直有很多家工厂 要一起撤离中国 然后小米也裁员1万人左右 然后包括富士康好像现在停止招人了 我看到消息是这样的 然后有些富士康的工厂要迁到印度 要迁到越南去 包括像华为的代工厂也要迁到越南去等等 这样的消息都特别特别多 而且找工作吧 就是说现在工资也很低 居然降到了 我看一小时是6块钱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有就是可能更少的 这个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 包括前两天我提到 就是说 现在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返乡潮 对吧 本来应该是 现在是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返乡潮 等等吧 就这些事情 整个现在中国的失业的情况 真的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吧 包括我这些年做实证的这个过程当中 感觉到最严重的一次 非常非常严重 以前没有见过 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吧 应该说中国的支持就业的四个平台吧 或者支持就业的四个发动机引擎 基本上都要熄火了 这四个这个引擎都是什么呢 第一个那就是订单 特别是国外的国际的订单 这个也说过很多很多次了 人家不把订单给你 你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吧 国内没有那么多消费市场 你只能是关门 对吧 那就是大量的工人的倒闭 这个就不赘述了 第二个就是房地产这个事情 现在政府一个就是要刺激房地产 但是根本就不行 一直强调没有刚需了 没有人去买 你怎么刺激也不行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住在公寓里面 你看你们的公寓里 小区里面那些房子 物业等等 对吧 它涉及到多少企业 涉及到多少人就业 对吧 水泥 钢材 玻璃 木材 园艺 房地产 中介等等 对吧 冰箱 彩电 家具 沙发 对吧 微波炉 洗衣机 空调 等等 涉及到太多太多的人 涉及到太多太多的这个企业 整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 它就会 它一旦垮了以后 就导致大量人员的失业 现在已经在进行之中了 这个 这是第二个引擎 第三个引擎 就是这个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呢 就是现在大规模的在往处撤 往处走 这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它下面还连带着很多很多的一些中国的一些其他的这些供应商 对吧 这个就是也不用太过多的说 第四呢 就是这个民营企业 那三项比如说订单减少 房地产状况不好 包括外资企业 撤走都会直接影响这个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就业也会减少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民营企业它现在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成长环境也不太好 像整个习近平二十大商量以后 他不论嘴上怎么说 他还是倾向于扶持国营企业嘛 所以民营企业吧 基本上大家就是 很多人也就是不想干了 也真就是干不下去了 对吧 整个这个四大引擎就都在熄火之中 然后呢 还有就是那些自营业者 小商小贩 对于门店 对不对 这些 你整个这大的经济环境不行 对不对 那就没有人买东西 没有人去吃饭 对吧 没有人去这个购物 没有人去这个消费 对不对 那你这些小商小贩 也全都不行 这个就是中国目前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那就导致大量的人员失业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那些小粉红脑子里面幻想当中的 那以前提到的那种 大规模失业的这个现象 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现实了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情况 而且这个情况会越远越烈 对吧 首先订单 会回来吗 我一直想到订单是一去不复缓 不复缓 不会再回来了 而且还会在陆陆续网上走 是吧 你看这些天 对不对 像这个王毅 对吧 汪文斌 还有这个秦刚吧 那都说了什么呀 就汪文斌说 良心何在 指美国 对吧 然后包括秦刚说 我们不安全 全世界也不安全 大致这个意思 那你说谁还能相信你 订单一去不复返 外资企业一去 也就不复返了 对吧 那房地产根本就扶植不起来 你不论怎么扶植 你没有消费市场 你怎么扶植 对不对 你就是你这个街 这个大街里没有人吃饭 你这个饭店 做的再怎么样 对不对 它又能如何 是吧 民营企业 这咱就不多说了 就是说 整个这个就业情况 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了 那么未来还会越来越恶化 就是丝毫看不到转机 那么往后就像任正非说的吧 往后就是活下去 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就是你说 要是没有就业的 那就说白了 就是没有钱赚 没有钱赚 就是没有饭吃 没有饭吃 就是活不下去 这个道理就是一连串 就这么想下来 是吧 就是我在这个 最近看到这个媒体里面 太多 太多这样的故事 这样故事 就是基本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突然间失业了 就是然后呢 就是非常吃惊 就没想到我会失业 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 他可能生活的过程当中 就是他的关注点太少 他就只关注自己的生活 工作 他可能也不怎么看太多的媒体 像我们 这明显能感觉到 这个经济大的趋势 比方在很多人感觉不到 然后一失业 就感觉非常的吃惊 就觉得自己在企业里面 也虽然是一个骨干 也有一定的能力和经验 是吧 怎么就会轮到我呢 就说明什么 他完全没有丝毫的准备 他没有这个plan B 也没有这个plan C 就是完全没有准备 然后呢 就是故事的情节下一步 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外债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就是说孩子要养 然后比如说去年 或者前年刚要了这个二胎 或者三胎 就是这样的故事 就特别一致的 就出现在这个 就是视频当中 听了以后 真的没有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怎么解决 是吧 再找着工作 年龄大了 找不着 对吧 就现在吧 就是如果说啊 你的生活当中 你呢 就是基本上没有负债 或者负债 有一点可能也不是很多 你还基本能还 然后呢 银行里多多少少 可能还有一点存款 然后呢 就是你还有一个工作 这工作吧 基本上能够保证 你们家的这个日常开销 就是你要是能达到这个标准 那在中国来讲 就已经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那你就应该就没事就偷着乐了 真的是这样 就是很多人的情况就是 要么就没有存款 要么就一大堆负债 要么就是整个自己的这个收入 没有办法满足家里的需求 老年人的需求 孩子上学啊 什么钢琴班啊 舞蹈班的都满足不了 说你要是从以前 你是一个中产啊 就是整个生活的挺不错的状态 真的要适应现在那种 赤贫的那种状态 那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这个心理的这个适应过程啊 是相当相当不容易艰辛的 你看到孩子跟你哭啊 爸爸我要去钢琴班 我要去舞蹈班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你说做父亲做母亲 那是什么心情啊 但是呢 现在吧 整个中国社会就进入到了 这样一种快速 对吧 变得贫穷 快速转贫的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吧 这也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只能是做好心理准备 即便是这个体制 中共解体了 或者是习近平下去以后 这个趋势都没有办法逆转 他肯定要痛苦一段时间 少着五年 多着十年 以后呢 才能看出了没有希望 好 整个呢 这集就先聊这么多啊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